最近的互联网关于流逝的话题说得太多了 就在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上证指数又涨了 今天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只有开盘的一分钟打到过任哲平说的千古涨停 之后就是高开低走节节下滑 目前半天过去了涨幅不到5% 很多人都承认这次流逝一定是一场泡泡流 就是说泡泡即使吹得再大再美 也一定有扑的一声泡泡破灭的时候 可是仅凭这一点 还是挡不住股民对政府救世的信心 其实说到底是挡不住一些股民 一心要赚钱飞蛾扑火般的雄心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都知道泡泡会破 那泡泡什么时间会破呢 谁会是这一场盛宴的买单人呢 我的前两期视频也是关于这个话题的 中国股市花了17年的时间 走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收敛三角形 前两天野村证券发出了一篇文章 提示这一场流逝的风险 这是比较少的提示风险的机构 还有一个我听说的 抗空的基金经理是淡斌 最近很多人在网上骂他 我记得这个人是2007年 当时股市涨到最高点 6124点那一年 他在5000多点的时候 坚决卖掉了所有的股票 成功回避了熊市 今天听了台湾经济学家 吴嘉隆的分析 他分析问题的思路很好 逻辑性很强 他也是不看好这一轮流逝的 他说也许最快一个月就结束了 野村证券说最快是今年 最晚到明年一季度 市场就有崩盘的风险 这一轮流逝 当然是由政府一手催生出来的 但是市场太庞大了 一旦市场疯狂起来 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操纵它 行情就只能由参与者 自生自灭了 股市自有它的运行的内在规律 这种泡泡流的结果 一定是急涨急跌 在中国这种行情 已经反复上演过多次 泡沫市的结局 就只能是崩盘 这种急涨急跌 一定不是政府希望看到的 因为太短暂的行情 终究达不到拯救经济的目的 中央只能反复出利好 来刺激股市 每一轮刺激 就如同一轮强心针打下去 管得了一阵子 但是终究是走不出崩盘 这个既定的格局 所以市场反复上演 欢呼 然后失望 再欢呼 然后再失望 吴嘉农形容说 目前的经济环境 就如同一个多重器官 衰竭的病人 再怎么抢救 也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最后股市一旦真的崩盘 那这一次 就不只是股市崩盘了 严重到 甚至会影响 全民信心的崩溃 甚至是政权的危机 中央政府只能再出手 这时候还有最后一个大招 大印招票 从而导致人民币崩溃 贬值 资本加速外逃 所以到时候买单的 不单是刚刚入市 接盘的所有韭菜们 还包括所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